今天我的题目是天国的比喻 这个比喻不是郭牧师自己讲的 这个比喻是主耶稣讲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5章 马太福音25章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到13节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主耶稣用十个童女来做天国的比喻 好如果翻开的话 请弟兄前面读第一节单数节 我读双数节 第一节 那是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灯逐去迎接西南 其中有五个是余着的 五个是聪明的 余着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有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有在汽米里 新郎严肆着之后 他们都来顿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总理就都起来收拾灯 余着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到卖着那里去买啊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作息 门就关了 其余的同女随后也来了 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哇主耶稣有时候很有趣 讲一些比喻 但是这些比喻是要帮助我们 很直接的了解他的意思 对不对 主耶稣没有讲很难的话 我觉得比喻的意思是 他用一个事情 让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重点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十个人 在你看这段经文里面 你觉得好像有一半的人 与主耶稣同在 对不对 有一半的人 主耶稣拒绝他 所以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当我们来教会 为我们打开圣经 我们有一个欲望 我们想要了解天国的事情 天国的事情 所以二十五章的第一节 这里说那时 主耶稣说 他说讲了一个比喻说 那时天国好比失的童女拿着灯 出去迎接新郎 在第一节里面 我们看见两个特别的字 就是天国 因为主耶稣要讲天国的比喻 那我们知道 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在台湾 很多人都知道有天堂 很多人 只是他们思想的 跟我们思想可能不一样 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有天堂 有地狱这件事情 那天堂在每一个人心里面了解 天堂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美丽的地方 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 天堂是完全美丽的地方 在我们周报上 我用启示录21章第4节 我们一起看周报 在启示录21章第4节 我们一起读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好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弟兄姐妹有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的心里面怎么想 当我们有了一点年纪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很努力的过生活 像小时候很努力的过生活 很努力的读书 很努力的奋斗 有了一个事业以后 发现你自己老了 即将这个奋斗的成果 快要享受的时间又很短 尤其是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 非常令人感伤的事情就是 当有些人奋斗了一生以后 他觉得他可以退休 可以好好的享受他的人生的 不料却染上重病 那生命没有生多久 那在他的心里面他觉得万念俱灰 好不容易等到时间我可以好好享受 所以这个是我们人间的一个很大的痛苦 我们都知道属于说生老病死 可是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不在乎 我想我思想如果我成功 我可能会有很美好的未来 可是现在我50岁我发现我成功了以后 我能享受的时间很有限 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不用吃药 过了50岁我可能开始要吃药 对不对 因为身体不好 哇 这是一个奇妙的地方 天堂呢 天堂呢 天堂 身体告诉我们 我们不再掉一滴眼泪 对不对 刚刚我说有些人退休了以后 他正要享受美好的人生的时候 他发现 喔 我要退休了 我现在有钱 有闲 有健康 可是不料他去医院做个健康检查 医生告诉他 郭先生 这个有件事情不太美好 这时候我们的心可能从山顶掉到谷底 对不对 我们所有的计划全部都抛糖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可能掉眼泪 我们可能哭泣了 在天堂 圣经告诉我们 神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他的意思就是 在天堂没有一个人在哭泣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痛苦的事情 再也没有失望的事情 再也没有沮丧的事情 没有死亡 没有悲哀 没有哭好 没有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过去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天堂 是完全美丽的地方 任何一个有聪明 有智慧的人都知道 我不希望我做的东西 突然到明天全部没有了 对不对 现在这个世界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天堂 不再有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神在那里 神保护了一切的东西 并且当我们读 启示录21章22章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天堂的荣美 就好像我们看见这个世界 我们看见我们的墙壁是 很漂亮 可是是水泥的 在天堂 新天新地 神告诉我们 将来新天新地 墙是黄金做的 我们外面的路是柏油路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在新天新地 我们的路是金金做的 金金的意思代表 最好的黄金我们现在能想到 对不对 我们现在能想到最好的黄金 天堂的道路上 它是用黄金纯金铺设的 很难想象 可是我们心里面明白一件事情 天堂是完全美丽的地方 圣经告诉我们天堂有各样的宝石 它不是拿来做买卖 它是做我们的围墙 哇 这个好特别啊 你看我们的围墙是铁皮 在天堂我们的围墙是十二样 各样的宝石 这个宝石在我们人间都是非常珍贵 都是非常珍贵 并且是二十二章 启示录二十二章 如果你喜欢看天堂 你可以在家里面看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告诉我们天堂有生命的水流出来 如果你口渴你可以喝水 干净的 不用用RO 你都可以马上喝 不用再煮了 没有细菌 喝了两旁长满了生命树 树上还结了什么 果子 每个月都有果子 这是神告诉我们 让我们可以理解 在天堂 神 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并且那个环境美好 就好像现在出了太阳 在你心里面看到这个环境的时候 你觉得哇好美好 天堂比这个地方更加的美好 更加的美好 另外在基督徒的心里面了解 天国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在我们还没有踏进神为我们做这个新天新地之前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 基督的国 这个国我们叫做千禧年 有一千年的时间 现在台湾我们是一百一十二年 对不对 基督的国他要从一数到一千年 哇很长 很长 哇这个这个这个我们称为千禧年国度 这个是一千年太平的时代 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开心 因为我觉得哇这个时代 真的是太平 太平 在我十年前很少人讲到战争的 没有乌俄战争 没有尾巴战争 这个时候大家哦很好 大家赚钱 世界和平 你要到每一个地方旅游都没有问题 基督的国告诉我们 在那个时候比这个时候更好 更好 我们来看经文 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 我们一起读 我截录了一些 好我们一起读 我毕竟耶路撒很欢喜 因我的百姓快乐 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 其中必没有数日腰王的阴海 也没有受数不满的老者 因为百岁时的能算胎童 有百岁时的罪人算被咒诅 财狼必与羊羔同时 狮子比吃草与牛一样 尘土必作蛇的食物 在我圣山的片树 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圣经给我们小小的看一下 千禧年的国度会是什么样子的生活 所以他说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做我 掌管全世界 所以当主耶稣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 百姓们都快乐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没有思想到大陆的事情 我们现在太平的世界 我们有快乐 对不对 我们要去哪里 要吃什么 我们有身体有健康 都很快乐 所以主耶稣坐网一千年的时候 百姓们快乐 全世界的人快乐 还有他说其中不再听见什么 哭泣的声音 哭泣代表痛苦 对不对 在千禧年的时候 主耶稣坐网 没有哭泣的声音 没有一个人哀嚎 前几天我起床哀嚎 为什么 哭泣 因为我的脚痛痛 哭泣 大概没有什么生病了 没有人哀嚎 哇 弟兄们 你们可以想象这个日子 然后他说其中 哭泣 必没有数日腰王的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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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医学那么发达了 因为没有什么疾病 现在医学发达是因为我们很多问题 人家说医生你很厉害 其实不是医生厉害 是因为这个世界问题太多 当主耶稣坐网的时候 世界的问题没有那么多 这是一个小小的天堂 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天国 因为主耶稣坐网在这个地上 所以他说没有兽数不满的老者 因为一百岁时 人家都说好可惜 像婴儿一样 像小孩子一样 所以表示什么 长寿 动物界也都改变了 动物界也都改变了 所以他说 豺狼 不再那么可怕了 狮子也不再那么可怕了 哇 还有再一处他说 毒蛇也不再那么可怕了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是千禧年美丽的国度 美丽的国度 每一个人有长寿 健康 丰衣足食 太平 没有战争 没有疾病 并且这个世界是 这个社会是公平 公义的 没有恶人 有时候我们害怕坏人 你害怕你的邻居不好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你要小心看看你的邻居是什么 在太平的时候 在天国的时候 在基督的国的时候 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一个恶人 没有流氓 这个世界真好 在美国我知道问题最大的是有枪 为什么你要有枪 他说我要保护自己 可是多少坏人是说我要保护自己 结果去伤害别人 在神的国没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这是因为在人的国 我们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问牧师说 牧师 你也想太多了 我们现在的日子不也很好 我们现在的日子 是太平的 太平的日子 就像我说的 这十年来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我们也丰衣足食 对不对 我们也想要吃各样的美食都有 我们要去哪一国旅游 就可以去哪一国旅游 就像刚刚梁弟兄告诉我 他的亲友去日本旅游一样 你想要去哪里旅游 都可以 因为现在科技发展 交通方便 还有我们在家里面 现在人都很高兴很开心 就是有网络 有山西产品 小的大的都有 不管你在外面旅游 在家里面也可以旅游 也可以享受各样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会想说 为什么我们要想天国呢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时代 我发现了 当我拜访人 拜访新的朋友 拜访老的朋友的时候 他们大概都一样 很少思想天国的事情 很少思想天国的事情 因为他们觉得 为什么思想那么遥远的事情呢 我们现在是可以吃得到 看得到 摸得到 我们应该尽情的享受在这个当下 要跑马拉松 有 对不对 搜索一下什么时候 很多人可以一起跑 对不对 你要旅游可以组团 要吃美食可以邀朋友 所以各样的活动 各样令我们觉得欢喜快乐的活动 都有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思想天堂呢 这是现代的人觉得 嗯 问题 没有必要 可是我们来看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在传道书十一章第八节 我们一起读 这一节经文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 然而也当想到天安的日子 因为这日子必多 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牧师没有说我们不要快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应当快乐 对不对 我不希望每一个人 每一天愁眉苦涼 哦 天国还没来 天国还没来 神也不是要我们每一天 都过着痛苦的日子 神要我们每一天都快乐 可是我们的心 不是贪爱这个世界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快乐是好的 可是你要注意 我们要想到将来是黑暗的日子 所以有时候我说 人的尽头是什么 地狱 哇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很多人说 你不要告诉我这些事情 我不喜欢听 或者说你不要恐吓我 你不要吓我 以为我就会信主耶稣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人的未来是什么 不是光明的 而是黑暗的 人的未来是在地狱里面 所以传道书 所罗门说 我们活着的时候 吃喝快乐没有问题 可是你的头脑里面你要想 将来有黑暗的日子会来 而且这个日子 一天吗 两天吗 一年吗 两年吗 不是 乃是永远 圣经告诉我们 天堂是永远的 可是地狱呢 地狱也是永远的 所以他说 这个日子必多 而且是虚空 在地狱没有一个人欢喜快乐 现在我们欢喜快乐 可是当那一天来了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进去的却是地狱的时候 每一天都是虚空的日子 弟兄姐妹 是不是可怕 我不希望那一天这样子来 我不希望那一天这样子来 所以现在的人都没有思想到 未来他可能进入地狱 圣经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的路 我们直线往前的时候 就是到达地狱 所以刚刚我说 很多朋友 还有现在很多人 他们不思想 未来 只思想今天的生活 明天的生活 俗语有一句话说 短视尽力 短视尽力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看到眼前的 对不对 好处 忘记思想以后的事情 当我们训练孩子 我们不希望短视尽力 为什么 如果你今天让孩子都很快乐 你喜欢快乐 非常好快乐 要不要学习 如果他不学习都快乐了 你将知道 我家附近有一个孩子 他们刚搬来的时候才过小 每天很快乐 现在呢 抽烟吃槟榔 我很不快乐 他可能快乐 可是我很不快乐 我的心里面很难过 因为每次看到这样的孩子 小时候很可爱 长大 变很可恶 我的心里面就很快乐 很可惜 对不对 俗语说短视尽力 我们应该思想到他的未来 神一样 神思想到我们的未来 所以他喜欢我们思想天国 所以主耶稣今天要讲的是 天国的比喻 我们也有一个成语叫做 未雨绸缪 对不对 有聪明 有智慧的人都知道 我们应该未雨绸缪 圣经说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未雨绸缪 去看蚂蚁 对不对 蚂蚁什么时候都在工作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预备我们的未来 那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当我们的人生到达尽头的时候 接下来新的生命 我们该往哪里去呢 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往地义去 一条是往天堂去 并没有第三条路 所以聪明的人 他应该要为他的未来预备 就像这句诚语说的 我们应该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 所以天堂 天国 神的国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未来的日子 如果你不在神的国 你在哪里 圣经说 你不在轮回 圣经说 你在地狱中 这是可怕的 这真的是可怕的 所以 就像刚刚我说的 圣经告诉我们 天堂不是一天两天 当我们进入天国 这是永远的事情 我们永远在天国 Hallelujah 我们不再哭泣了 可是你在地狱呢 也是永远的 你离不开地狱了 这是神要告诉我们 警戒我们的 所以我们今天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牧师都希望 我们都必须进入天堂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请我们再回来看马太福音 主耶稣讲 25章1节说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所以弟兄姐妹 主耶稣用一个 取亲的婚宴来比喻天国 那能够参加这场婚宴的人 我觉得这个比喻 很清楚的是要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 有的人可以参加 有的人不能参加 所以能够参加这场婚宴的人 在我的心里面 我觉得他表示这个人进入天堂 对不对 那如果不能参加婚宴呢 我觉得这个比喻很简单 他没有进入天堂 很简单 很可惜 对不对 那这里的新郎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圣经你就了解 主耶稣这个比喻就是他自己 这个新郎就是主耶稣 那四个孔女呢 就代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 我们要迎接新郎 当每一个人面临死亡的关键的时候 他都希望进入天堂 我们都想要迎接主耶稣 圣经也告诉我们 有一天主耶稣要来找我们 我们一起看 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一节 我们一起读 弟兄们 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有一天主耶稣要来接走他的新娘 就是基督徒 所以他说弟兄们 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然后所有的得救的人 基督徒他和他们到主耶稣那里聚集 这个是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所以有一天我们要迎接新郎 请我们一起看第二节到第四节 二节这里主耶稣基督说 这十个童女其中有五个是余着的 好 特别 五个是聪明的 那余着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有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有在气泥里 哇 这个是什么意思 五个是聪明的 五个是余着的 哇 这个很清楚对不对 主耶稣说这个世界上有人是聪明的 有人是余着的 那这个聪明的表示他们成绩很好吗 他们是人生胜利主吗 他们是大企业家吗 不是 圣经讲的聪明的是指他们信靠主耶稣 每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都是非常聪明的 因为他们听从圣经 另外五个是余着的 当然主耶稣不是说他的智商过 或者是他没有智慧 而是说他们没有接受主耶稣 他们不相信天堂的比喻 不相信圣经 他们怀疑 这个是人写的数位 不 我们心里面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数 我们看三节 三节说 雨着的拿着灯却不欲备有 灯表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但是很可惜 他却没有欲备有 很奇妙 油表示圣灵 我们可以说 一个灯要发亮他必须有油 对不对 那 表示得救 主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 那如果我们要有光 我们必须有油 所以主耶稣说 我们当我们得救了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天上的事情 了解天上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牧师必须在这里说很重的话 当一个人在他的脖子上 挂着十字架 说他是基督徒 说他参加教会 说他祷告 说他独击 可是 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了解 这个人真的得救了吗 你看这里 这五个人拿着灯 可是他没有预备油 我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听过很多的故事 我举几个 我听过有人来参加教会 有人说他信耶稣 为什么 仔细问他 原来是他不想要拜拜 他不想要再拜祖先 他不想要烧金子 所以他听说 信耶稣基督就不用再做这个事情 所以OK 我信耶稣 那有人是第二代基督徒 第三代基督徒 爸爸妈妈来参加教会 他就来参加教会 他是等救的吗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听说过 有人出生了就受洗 对不对 有些人 我们说你是基督徒吗 我当然是 我出生就受洗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等救 因为从行为上 我没有看出他 是不是基督徒 甚至有的人来教会 只是做朋友 他觉得教会的人比较友善 甚至有些人 是来教会做生意 他觉得教会这边有团体 所以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的人 是为了结文 所以他来教会 他受洗 他做基督徒 这些人都得救了吗 牧师必须说没有 他没有得救 他的想法跟主耶稣的想法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有时候牧师必须很可惜地讲 参加教会的人 我们必须要思想 为什么我参加教会 如果我们真的是信靠主耶稣 你必须参加教会 如果我们不明白 我们参加教会是因为 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那是突然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有的人只是不想要拜拜 所以他信耶稣不用拜祖先多好 所以他来参加教会 这个是没有得救的 这个是没有得救的 所以主耶稣说聪明的 他是什么 拿着灯又预备油在气泥里 所以当我们听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应该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想说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 可以得救 我们接受圣经的责备 说我们是罪人 我们不配得进入天堂 我们的未来在地狱中 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机会 可以逃脱地狱 就是我们应该信耶稣 悔改我们的罪 这个是聪明的 这个是拿着灯又预备油 因为他得救了 他得救了 所以当我们得救 我们知道我们来这教会 是因着上帝的慈悲 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在这里聚会 我们乐意地在神的面前 是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不配得进入他的国 他的天堂 天堂是上帝的天堂 不是我们的天堂 很多人觉得他配得进入天堂 甚至有一个朋友跟我讲 如果他不配得进入天堂 还有谁能够进入天堂 我觉得哇 原来也有人可以思想说 他完全配得进入天堂 这个不是主耶稣的思想 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实 每一个人都不配得进入天堂 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当我们悔改 肯切地在主耶稣面前 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不配得进入天堂 所以我们乐意接受 神给我们这个机会 为我们的罪神明 所以当我们听从他的话 信靠主耶稣以后 神就赐给我们救恩 所以这个油不是我们自己买来的 而是神赐给我们 所以 这个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油再器皿 这表示他是得救的 我们来看第五节 五节说 新郎吃野的时候 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我们知道现在新郎吃野 主耶稣还没有来 还没有来 我们来看铁上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 在这里讲说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他再来 因为他要我们忠心 他要我们等待他 现在 在民国112年12月25号 主耶稣还没有来 新郎还在迟眼 对不对 可是有一天他来 有一天他来 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 六节说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 余卓的对聪明说 请你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 你我用 不如你们自己 到卖油的那里去买一把 哇 主耶稣终于来了 新郎终于来了 大家要与新郎同在 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问题 那五个余卓的灯快要灭了 没有油了 怎么办 他赶紧的跟这个五个聪明的同余借 对不对 可见他们不愚笨 对不对 可是这聪明的为什么不给他 为什么这么自私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 这不是自私的问题 圣经告诉我们 得救是没有办法分享的 就好像我们说 如果我得救了 我是基督徒 我的儿子不代表我的儿子得救了 不代表我的女儿得救了 不代表我的孙子得救了 不代表我的老婆得救了 他们都必须自己得救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分油给另外一个人 这是真的 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得救的人就要升天与主同在 而且是永远的和主耶稣同在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 请我们看《周报》上面 《帖撒荣罗列架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孤教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好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 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 这是我们盼望的一个美好的世界 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所有信靠他的基督徒 都要被提到云里面 与主相遇 以后永远同在 永远同在 那剩下没有信靠主耶稣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 非基督徒将要被遗留在这个地上 这个地上将有战争 瘟疫 饥荒各样的灾难 天灾人祸 地上将有七年的大灾难 所以弟兄姐妹请注意 在这个时候 主耶稣在第八节和第九节 特别的说 余浊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游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 当主耶稣再来接走圣徒的时候 这个世界要面临大灾难 再也没有像我们现在太平的认知 可是九节聪明的回答说 不行 这个得救是没有办法分享的 你必须得自己信靠耶稣 可是现在我在信靠耶稣来得及吗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者仲天 宋使者降临 那时候他要造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当人看见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来是为了行审判 不是为了怜悯 所以他说 那时候他要造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所以我们来看十节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的铜 新郎进去作息 对不对 那门呢 就关了 那其余没有预备有的铜女 他们随后也来的说 主啊 主啊 给我们开门 一些人 一些人与主耶稣同在 一些人却被关在门外 这时候主耶稣说什么 我们看十二节 主耶稣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为什么主耶稣说话 好像没有一点迟爱 好像没有一点迟爱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节告诉我们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 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所以等到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违改了 我们说我错了 我要信你 圣经说太迟了 太迟了 这是真的 你看这里十二节 他说什么 主耶稣说什么 我不认识你们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当我们看到事实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很多孩子长大 他发现说我现在努力来得及吗 他太迟了 你能够三天把所有的 过去都忘记的事情 全部都把它补齐吗 太迟了 审判台就像联考的那一天一样 对不对 这时候你说我要再预备 太迟了 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警醒 所以我们看十三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很多人觉得 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为什么我要思想未来天国之间 况且 这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们都这样子告诉自己 可是在我心里面 我相信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为什么你不现在预备好了呢 圣经已经告诉我们 那时候他要造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主耶稣也说 所以你们要警醒 为什么 因为那日子那时候你们不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棺材装的不是老人 对不对 棺材装的是什么 死人 为什么会这样说 没有人知道你的未来 明天会怎么样 这是真的 所以主耶稣说 为什么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哪一天结束了 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哪一天来 这是真的 我们不可能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的是 我们有今天 我们可以把握今天 这是聪明的 圣经说 我们应该警醒把握时间 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在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 因为他说 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大救了你 看啊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弟兄姐妹 恩典是真正的 天堂神的国都是真正的 今天我们讲的天国 不是只有给优秀的人才能进天国 不是给积功德的人才能进入天堂 不是给成功的企业家才能进入天堂 不是 圣经说 在悦纳的时候我孕允了你 在拯救的时候我大救你 看啊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神悦纳每一个人现在悔改 说我要进入天堂 否则我的未来是在地狱中 我决定了改变我的思想 我决定了在上帝的面前悔改 接受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助 因为我相信圣经说的是真正的 圣经没有欺骗过 这是主耶稣的比喻 主耶稣说我们要警醒 现在正是神福音的日子 就好像我们布置了耶诞节一样 神才派主耶稣降临给我们这个好消息 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基督 为什么 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的未来在地狱 如果你没有信耶稣基督 我们的路是直线通往地狱 不是通往天堂 很多人错误了 圣经告诉我们 神要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 主耶稣还没有降临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转回向神 接受祂的救恩 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助 拯救我们脱离地狱 进入永远天堂 所以圣经特别告诉我们 警醒不要迟言 不要迟言 把握当下 把握当下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